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,女性要取得突出地位并不容易。 然而,通过一些关键的举措,女性可以赢得成功并脱颖而出。 首先,教育是关键。 接受良好教育可以增强女性的知识和技能,从而在职场和社会中展现自己的价值。 其次,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也非常重要。 与有影响力的人士建立联系并争取她们的支持,能够为女性的职业发展提供巨大助力。 此外,女性还应该拥有自信和自尊,相信自己的能力并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标。 同时,女性需要坚持独立思考和做出决策的能力,以便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获得自己的突出地位。 最后,为了确保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,女性需要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和组织能力。 通过这些努力,女性可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取得突出地位,并展示出她们真正的能力和价值。 此外,女性还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倡导平等权益来取得突出地位。 参与各类组织和社团,争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,为自己和其他女性争取发展的空间。 同时,女性还应当提倡妇女权益,倡导性别平等,推动社会意识的进步和变革。 此外,女性还应该注重个人形象和外表的管理。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,仪表和形象往往会对职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 女性可以通过合适的衣着、言谈举止和自我形象的塑造,展现出专业、自信和能干的形象。 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认可和机会。